三年抱三死 汪元元的豪门婚姻幸福之道,胜过姐姐嫁给真子丹 汪元元自嫁下玩具大王的儿子蔡家在,并当下三名小孩后,甚少在幕前演出,当少奶奶照顾孩子们,过住豪门生活 汪元元与蔡家在结婚三年,二人关系依然如交四期,汪元元不时在社交网站贴上二人的合照,十分甜蜜 看来嫁入豪门的汪元元,与姐姐汪施施嫁给真子丹一样幸福 汪元元元旦日于Instagram贴上家庭照,并祝贺大家新年快乐 在相片中看到她与蔡家赞抱住三名孩子,看来美满幸福 汪元元元元元旦日于2013年结婚,隔年诞下女儿 汪元元元表示,自己与Carson,蔡家赞,的性格很相似,都是叫内向,害羞的人,故在朋友的撮合下,二人一拍即合,非常投气 Carson是一名浪漫,细心的人,她选择在二人拍拖两周年当天向汪元元求婚,把家中布置好,给她自弹自唱,并把歌词最后一句唱成 汪元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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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元 老公Carson对他十分好,像公主般体贴看待。 在圆圆怀孕时会替他按摩,以减轻怀孕期间的劳累。 而且他指Carson要他做幸福的太太,一定不能太瘦,太瘦的话会令人误会老公不给他吃饱饭。 起初他以为老公是胃很会照顾婴儿的人,对于换尿片,胃奶应该完全没有问题,但到时见的一刻令圆圆笑颜不放心。 圆圆表示女儿在两名弟弟出生时有点瞎醋,有时会撒娇。 不过,女儿如今也会照顾弟弟,是一名好姐姐。内容未完结,请点击第二页继续浏览。 外界认为汪诗诗及汪圆圆两姊妹都是人生赢家,都能嫁给富豪,圆圆认为是因为父母管教的好,对长辈尊敬。 两姊妹的爸爸是做珠宝生意,本身打算找女儿继承生意,但如今两位女儿都嫁得好归宿,令他们的爸爸决定直接将生意出售,享受人生。 圆圆指卡森的父母都非常开明,给子女适当自由度做自己喜爱的事,也对她这位媳妇很好。 圆圆有时也会帮忙照顾小朋友,圆圆一形容老爷个很幽默的人,看来他们的关系都很不错。 能够幸运的三年到三,圆圆及卡森都感到开心,满足,相信是上天给他们的眷顾。